在6月10号他已经请领杂项执照 那在9月19号动工 那昨天是我们核发建造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去年11月宣布在高雄设厂 市长陈其迈证实 19日台积电新建厂开始动土 进行试打桩阶段 22日核发建造执照 那未来在建厂我们会配合台积电 这个预计在2024年量产的期程 全力的来协助 台积电高雄厂位于男子产业园区 市中油高雄炼油厂就指 台积电指出高雄厂将依规划进行 预计今年动工 目前已在准备进行整地工作 高雄厂预计2024年开始量产 以7奈米及28奈米制程为主 半导体的生态系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陆续其实在我们S郎代的计划里面 还有一些大厂也会进驻 男子产业园区在上个月7日动土 迎接台积电设厂 相关供应链陆续进驻 像是默克 英特格 美商 三伏汽笛等 全球大厂陆续动工 高雄新厂完工后 出席至少创造1500个就业机会 年产值预估达1576亿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程问摩李晶晶 台湾高雄报导